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评论 去年美国福特汽车首席执行官 吉姆法利访问了中国 然而此访就给他带来隆隆的焦虑感 福特在和中国汽车制造商 展开的电动汽车竞赛之中 正是被拉开差距 福特CEO在中国被什么东西所吓到呢? 这是《华尔街日报》9月14日 所刊发的长文标题 文章说 访华后的法例 告诉他们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知道 中国车企正是以刚速前进 在汽车上所使用的人工智能 及其他技术 与美国现有的技术截然不同 而且这些 提供流畅数字功能的 中国电动汽车製造商 正是利用低成本 供应链 在价格上击败竞争对手 并积极向海外市场抗张 在法理看来 这已经是一种生存的威胁 《华尔街日报》说 多年以来 特斯拉一直都是那些想向电动汽车转型的 汽车行业高管的焦虑感所在 但是如今 除着中国车企的迅速挖起 美国 德国 和日本 无不感度不安 就连特斯拉的CEO马斯克 最近都承认 中国汽车製造商 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 短短几年的时间 比亚迪等中国电动汽车製造商 通过低价 高科技的内饰 和车辆的快速更生跌代 从曾经 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内竞争对手的首宗 奪取了大量中国国内市场的份额 如今 中国车企正在迅速向欧洲 中东 和其他亚洲市场抗张 反观美国 尽管汽车製造商门 将电动汽车 视为未来 但是目前 由于它价格高昂 充电是不方便 电动汽车的销量 增长是放缓 导致部分扣车者 望而却步 文章回顾 几十年前 那时候的福特 和其他全球汽车製造商 并不将中国汽车製造商 视为一种威胁 在上世纪80年代 中国向外国公司 开放了汽车的市场 有多家合资车企是应运而生 对于外国合资伙伴来说 中国本土製造商 在那时候大多都是扮演 小弟弟的角色 后来 中国有条不紋地投资着一项计划 即是 通过发展电动汽车 来超越全球汽车的製造商 到了本世纪初 那些曾经遥遥欲聚的中国企业 以及几百家初创企业 已经开始生产外观时尚 价格实惠的电动汽车 特别是比亚迪 去年是销售了超过300万辆的 纯电动汽车 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的汽车 销售量 几乎是2019年的 7倍 2023年的年初 法利 在新冠疫情防控限制解除之后 首次访问中国 他当时是坐上了 福特长期合资的伙伴 长安汽车 的其中一款 电动SUV的 驾驶座上 过去多年来 长安汽车在中国汽车市场 一直是一个表现平平的玩家 他的市场份额 回复在5%左右 然而这一次 热衷于赛车比赛 对汽车是了如指掌的法利 他驾驶着长安汽车 在测试的赛道上飞驰 而福特首席财务官 若汉劳勒 就坐在副驾驶座上 其他高股门就静静地坐在 对长安汽车取得的成绩感到震惊 驾驶体验平稳 安静 车厢内饰高档 科技感十足 而且是易于使用 劳勒在试驾之后 就跟法利说 他说吉姆 这次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领先了我们 文章介绍说 法利访华之后不久 就将一些中国电动汽车 安排运往密歇根州 就供公司的高管层 和董事们试驾体验 其中是包括了小米 理想等的品牌汽车 在看到那些未来感十足 配备了强大信息娱乐系统 和豪华座椅等功能的汽车之后 法利是强调 要达到中国标准 将会成为最重要的 优先事项 已经担任福特CEO 4年时间的法利 是一个出了名的汽车迷 他认为 无论保护主义的措施 做得怎样 中国电动汽车 对欧洲 和其他海外市场 都构成了所谓的 直接威胁 对福特 在北美的利润引擎 也构成了 长期的风险 《华尔加日报》形容 在过去的18个月里 法利是数次访华 可谓是谦卑之旅 但收获是颇风 这样 促使他改变了 电动汽车的战略 访华期间 法利目睹了比亚迪 优雅的工业设计 而其他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 无论是乘坐的品质 还是高科技配置 也让他感到震撼 于是 法利 决定将福特在中国的重心 放在商用车上 并非在 消费者市场 和当地的製造商竞争 此外 他的团队 也在探索 和一些给中国电动汽车製造商 带来巨大优势的低成本零部件的供应商 帮他们签订合同 并将福特的战略重心 转向了小型的电动汽车 而不是需要巨大且昂贵电池的 大型皮家 以及SUV 今年6月 法利曾经透露 福特 预计将会推出一款售价 3万美元的纯电动汽车 该车 将在大约两年半之内 实现盈利 法利表示 预计这款新车的主要竞争对手 是比亚迪等 中国汽车的製造商 以及 特斯拉此前宣布的廉价入门级的 车型 在新车的尺寸上 法利表示 福特将会把重点放在小型电动汽车上 而大型的卡车和SUV 则将依旧 以燃油驱动的形式 成为福特的利润引擎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多谢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